一纸透天纲 我们这是太上老君子 简称老君子 有机会呢再跟大家说手印 那么这节课呢 跟大家说这个一纸透天纲 在此之前呢 前一节课啊 这个手又洗干净了 就不化了 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方式 就是前一节课 达摩一掌精 那么比如说你出生在陈年 那就是天间星 那么原位恰一位 开始算月份 四月一二三四 那么四日一二三四 分别到了这个天一星 和天一星 两个天也不一样 这是修罗的 艺术的一 这是一马的一 奔波 那么时辰 比如说害史 一二三 从正月开始 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到了有 有就是天任性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代表了你一生 这个是刚出生 刚开始 人的性格怎么样 然后到了青年 中年 老年 其实这个结果 老年往往是非常重要的 他这个 有说法占了整个 四个的一半 也就是说 可见人生的结局 是最重要的 那么分别代表你这个性格 各个阶段的处事方式 发生的事情 都会硬 还是可以非常参考 那么除了这个算年之外 那可以算其他的事 比如说几月几号 当然你要是不知道阴历 或者查起来不方便 直接按阳历算 也有 很神奇 可以硬一些东西 那你不信就不信就没关系了 这个男的是正着算 当然也有说女的是倒着掐的 你可以正着掐 正着也可以 你算出来结果看哪个像 就以哪个为准 通常是用阴历传统的 其他的 碰到几个数字的时候 也可以 比如说三五二八 四个 一 从你出生那天开始算 或者说这一年 今年马上要到了 去兔年 就从兔位开始下 一二三 这是第一个数 如果你三个数 那么只算后三个数就可以了 第一个数就是这一年 就代表这个 发生的事件等等 那么一直透天干呢 这一套啊 看底下是土金 然后是木 火 水 火 所以他这个五行 别看就这么几个 但是他顺序 颠来倒去 就 平时我不怎么用这个 但是呢 毕竟也是 古传下来的一套 而且他有一个方便 就是一是最简单的 就一个手指头 二呢 他这个 金 木 水 火 土 又到了 刚好是这个顺序 我们大家都习以为常 所以 用这个也可以 做一些事 同样道理 原位也要掐一下 那么原位一定是金 因为这个顺序 我们就这样认为了 那到最后图 只有四个手 到最后 那么这个呢 叫 文王 安身不动 这个是主 半疾 那武王 奔走阳关 那你不动 自然没什么事 当然不一定都是好事 如果你被关在里面 那你不动 那还在里面 是吧 就是这种道理 那武王奔走 那他难免就有凶险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那乌鸦 抱财归来 虽然说乌鸦叫不好 但是他抱财归来 玩是好 喜鹊腾空飞去 也有叫门前 盐前 干脚水 那这个反而半凶